你好 欢迎收看3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好莲县长徐真卫 协同副县长严新章 检测处长邓紫瑜 观光处长张志祥 以及民政处长明梁真 和环保局副局长饶庆荣前往视察 一行人徒步从东大门夜市 接续走到阳光电城三角公园 东大门共荣公园 再到日出大道 而徐县长全面检视夜市 以及公园内的周边环境 跟各项设施等安全情况 并指示业务单位规划串联以上的重要景点 要打造更完善的游气空间 成为民众游气观光共融的新据点 东大门夜市为花莲市重要的连结据点 简陵日出大道 串联太平洋公园 金山脚商圈 并以两坛自行车道 接连七星坛 旅坛等重要景点 每年吸引许多观光客 前来打卡旅游 然而串联东大门的夜市 周边景点 打造最完善的游戏空间 现在许正会协同相关 局所长及业务单位同仁 自东大门夜市起 徒步视察 并足以检视周边环境 以及各项设施 由于东大门夜市 有许多花莲特色美食摊位 不少观光客会边走边享用用美食 长期下来 瓷砖铺面 难免会有油漬的产生 现在许正会指示 环保局 今日将地级安排人员清理 提供最优质的夜市环境 沿着过速将到来 为了让民众有遮阳 休息的空间 现在许正会指示 东大门切剥地景部分 增设局部遮阳 设施 供民众来遮阳 以及东大门共荣公园 增加实战值 供家长休憩 另外 为了清楚 指引民众了解 东大门共荣公园的方位 现在许正会指示 这场夜市旁入口 共荣市公园入口处 加入指标 引导民众进入 东大门共荣公园 现在许正会表示 近年来 现服团队 继续打造优质共荣公园 以及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 将共荣市概念 融入开辟油漆场域 串联海提修其廊道 进一步连接回南湾 周边观光特色 并提供民众 最安全舒适的油漆场域 为乡亲福祉努力 让花联越来越好 更让花联走向国际 世界走向花联 记得학立法 为了